好,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今天繼續來談論一下我們台灣領導人的一些八字 我想一個國家的氣運好壞呢 跟我們台灣的最高階這些領導人 他本身的運勢的好壞絕對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我對於台灣的政治人路 有的時候如果找到他八字的話 我都很希望把它做一個分析 那今天我來談論就是我們行政院長賴清德 的八字 我想我把我所分析的一個結果心得 跟各位來做分享 各位知道賴清德是生在48年9月5號 那他的八字就是吉亥牛 葵有月、心有日、吉走時 他是屬諸的 那麼他這個八字一排開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全個八字一看他有一個非常大的特徵 是什麼 他整個八字幾乎是全陰 除了這個暗藏兩個 兩個呢 一個任水跟甲木是陽以外 其他幾乎是全陰 因為八字天干大家都知道 甲頂物跟任是陽干 他是乙丁幾星葵裡面四個 所以 所以 地字也是一樣 全部都是陰的 所以整個八字就是我們說的全陰 那麼在古法上面啊 有一句話 這個男人啊 八字全陰啊 不利陽尊 女人呢 八字全陽的話 不利陰尊 不利陰尊 所以過去竟然在講說 男孩子如果說是八字全陰的話 那可能一輩子是孤寒 這個等於是呢 不但是貧窮 而且非常孤單的人 但是呢 各位要知道 雖然是這樣講 但是跟行運有重大的關係 那 那個口訣主要就是說 假設你八字全陰那裡 你如果整個行運又完全是走背了 那當然是絕對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整個行運是走到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那我告訴各位 有的時候人生啊 像這種命就會大發 我們今天來講八字 八字啊 我排了很多 我發現啊 像這種高官賢貴的八字 一看起來啊 我們在古法上面叫做病重 他的病很重 為什麼他只有土金水三個啊 其他都沒有啊 兩個無形好像都沒有 那病重得到 如果說大運走得好 我們稱之下病重得到藥重 大發富貴 大富大貴 如果小病得到小藥 就是小富小貴 無病沒有藥 那就是平常人 當個公務員最多 所以 像這種八字全音的 在古法上面有一個口訣啊 叫八月建有 後師訣裡面有一句話 秋金 有醜 有醜 重金旺 除非火煉 有聲明 東方行去 林財庫 西北來臨 浮壁拳 這個完全就是 中到這個 第一天水裡面啊 那麼有一個口訣就是這個樣子 那等於八字 那等於是八字如果全音的話 各位知道 木火是陽嘛 金水就是音嘛 雖然是在八月 各位知道 金啊 金子本身啊 你去摸看看 它就是涼涼的 所以就會有金寒水冷這種稱呼 那整個八字就是金水這個樣子的話 當然就是金寒水冷這種 這種局 那各位知道 如果說你八字是在陰涼之地 走向寒暖之鄉 那麼這種八字呢 要發非常的快 八字有兩種 一種是八字火土非常旺 走向陰涼之地 陰涼之地 那麼 會發但是發的比較慢 像這種是陰涼之地走向陰涼之地 像寒暖之鄉 這種八字 時間一到發的比誰都快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八字呢 走印了 就不用講 我待會跟各位報告 這實在走的實在是太棒了 那我們先來談論一下 它有關於它的六親部分 那八字一排開以後 有時候會看到 棉上跟印 三關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想到 這個部分呢 就很不利於它的 這個 這個父母親 還有一句詩訣是什麼 年上片印啊 最難當 命中欲找克爹娘 各位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那 這個資料裡面可以看到 那奈金德的父親 在他兩歲的時候 他是礦工 那麼就是開礦的時候 發生礦災 結果就死掉了 所以各位知道 他在這一組裡面 這個父親就不見了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大園走在認真 走在認真 走在認真 整個天干地全部都水 全部都水 容納不了財在這裡面 所以呢 一定在這個大園裡面 就走掉了 這是完全可以印證 他的八字是對的 那各位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般我們看當官的 不是呢 像那天我談柯文哲 不是正官正印的 就是這一類的 那麼 各位看到 他這個沒有啊 他拼音拼音 然後筆尖十神 在這邊 但是各位知道 有時候八字 不一定要正官正印才會當官 十神也會當官 古法上面有一句話 十神有氣啊 聖財官啊 月上十神做長生 堆金基利有名聲 這是古法上面這麼一句話 那麼十神聲望喜生財 日主剛強福祿來 所以這個十神在這邊 各位看到 他這個十神就是路神 這個十神呢 他本身就會去生財 財就會生官 他的連動性的 那麼這十神做在路上面 做在有上面 有金上面 這邊醜油又合金 你看這個多旺 這邊用海水直接通根 這個十神旺到不行 當然整個八字看起來 唯一最大的缺點就是 在年月柱這邊 稍微有一種防害 為什麼各位知道 這個極土呢 我們叫稻田土 濕濕濕的土 這濕濕濕的土呢 坐在海水上面 旁邊要回水過來 這個土整個濁掉 這個濁掉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小時候在這個部分 小時候是非常的辛苦 我們可以看他資料裡面 他媽媽在他爸爸死掉以後 養六個小孩子 六個小孩子 到處打工養活六個小孩子 你想想看 這個是多辛苦的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他 他在第一個月 走這個樣子 人生非常的辛苦 非常辛苦 但是各位知道 上天對他來講 非常的愛護他 我竟然看到八字以後 就想到佛家一句話 因果造命 命正因果 一個人的命會好 就上一輩子造了很多福天 你會富貴 上一輩子是布施的人 貧賤偷到來 富貴布施來 像這種命 我們一看走這種命 這個上天給他了 這個人上一輩子造太多福音 所以這輩子有這樣機會 各位看到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走 從這邊就開始在走 四五位 岩卯城 東方木 南方火 全部過來 各位看到 這個二十幾歲走 走到七十 到八十這個地方 有這種命嗎 這種命非常少 所以我們再來 再分析一下 那麼他這個八字全因的人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特徵 各位知道 八字全因跟全養的人 因為我們過去看過很多八字 這種人是怎麼樣 他氣非常的專 因為他整個是全因全養 他氣非常的專 氣非常的盛 那麼這種人 比較善於萌裂 頭腦很冷靜 這種人我們來講 他是很會戒急用忍的 謀定而厚動的 那麼他帶筆尖又這麼強的人 各位知道 他自信心非常強 意識堅定 凡事勢必公卿 很樂觀進取 遇到困難 他會想辦法去突破它 所以這種呢 在做事業上面 或是圍觀上面 經常比別人容易成功 所以全因全養 雖然有他的缺點 但是他的優點呢 因為他氣專氣強 事業容易成功 這個非常不簡單 那麼何況他整個行運 又非常的胖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非常好的命 非常好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 這整個八字這樣看起來 我們八字看的時候 最怕呢 行衝穿害 這方面的問題 那 這個八字這樣看起來 結果這兩個是有點浮雲 那可能他的子孫呢 跟他的父親沒有緣嘛 這兩個浮雲就是他的子孫出生以後 他的父親大概就不見了 這個也是完全硬而到他的現象 那各位看到 那這浮雲這兩個好像是 浮雲自行的樣子 如果真的這個自行的話 那我告訴各位 他的妻子跟他的母親之間 一定會有一個 讓他感到遺憾的事情 但是各位知道 醜油是合起來的 所以呢 解掉這個行 所以他母親當然是 應該是走了 但是呢 應該是年紀大了走 並不是說 有程度很大的 這個 這個 什麼問題 當然那浮雲自行呢 在八字上面 只要產生這種情況 未來也是自己可能會這種 這種五行的病會產生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看開始整個行運 那這個八字真的是很棒 而且在整個大印裡面 還居然走到兩個大印都是天以貴人 我看很多政治人物的八字 他當選那一年 或者是突然升官那一年 很多都市走在天以貴人 就是天月德貴人 所以奇怪 所以奇怪 就這樣 那麼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從政呢 在這個大印的時候開始從政 這個時候可能要當醫生了 這個時候大印為什麼開始從政呢 走天以貴 就有人幫忙他 而且更又是他的天月德貴 絕對有人提拔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是去幹嘛 36歲的時候 民國八十三年 他當陳定然 那時候選省長 他去當他醫師的後援會的會長 來輔佐 來輔佐他 那後來結束以後呢 他就38歲的時候 就被人家推選為國大代表 平子年 他只要遇到這個炳火他就非常好 好 那當了兩年以後呢 開放立委選舉了 那時候40歲 40歲的時候當第一屆立委 霧隱年 霧隱年 也是一樣是走到天以貴的他當立委 那麼他當立委呢 連續四屆 連續四屆 而且整個非常順暢 他在立法委員的評鑑裡面 連續都是每一屆都是第一名 這個非常非常不簡單 好一直到呢 52歲在走到這個大印的時候 這個大印我們感覺上 好像會有一些問題喔 但是呢各位看到喔 這個 人生啊 在整個八字裡面 如果走到一種運 這種運叫做 跟月柱的天 天月得和 不是天月得 天干地和 物回和 成游又和 這種啊 我們在古法上面就一句話 必有喜事發生 人生必有喜事發生 所以各位在看到這個大印的時候 他發生什麼事情 52歲嘛 當台南市長 然後連任嘛對不對 那59歲還沒走完 就在這個大印裡面一樣發生 突然被提拔行政院長 丁有連 丁有連 官先出竿了 被提拔行政院長 那麼現在就走到他這個大院 這個大院 那 我們再來往下看 再往下看 如果在庚子年 在庚子年如果他來搭配 對蔡英文來選 我們簡單來講說可能是副總統或 或怎樣 那麼情況怎麼樣呢 各位知道 其實賴清德 他這個整個八字最好的大印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絕對可以預期賴清德後世絕對看長 而且大發揮的時候 還在後面 還在後面 為什麼這個才真的 又走到天以貴人 他人生這兩個地方都會有 都會有大好事發生 所以 木生火 財生關 這個大義 粗戀 粗戀 所以 說 東方行去迎財路 東方行去迎財路 東方就是木生火 所以我認為他人生高峰是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人生這麼好的運 當我們領導人也是很棒的 國家的氣運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所以 那這一點我為什麼很看好呢 因為 這算筆尖結才出竿 也是幫忙他 這個止水是 害止醜三合水 把這個石神拉到最旺 石神拉到最旺之下怎麼樣 石神生財才生關嘛 所以 我認為 這個 繼續連任 繼續在旺上走的機會絕對有 那後面這邊 絕對有機會他自己走到更高的位置 當然我們不敢預期視 一定是 走到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但是 以我在看他這種八字 他真正人生的高峰是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當然 這邊以後我們就不用談了 這種運只要走到北方運 尤其走到醜運 各位知道醜就是金庫 一下來 趕快退隱三里 當然這種運 我們看起來就是 晚年的時候 走到這個木透乾的時候 就要注意 乾膽的問題 他整個八字 木很少 就在這個地方藏一個木在這邊 那麼 一般八字偏旺的某一個五行 裡面有出現的五行不出現沒事 一出現就會有事 所以像這種命 金太旺就會刻到木 木就是肝膽的問題 那金水太旺有的時候呢 也會刻到火 那火就是心循環 心臟這部分的問題 好 那這個是我想 賴清閣整體來講 應該就是土金水三氣成像 蔡英文是兩神成像 那個閣實在是夠高 那 他這個配印呢 雖然是人家講配印不是很好 前面這個配印會干擾到這個 但是後面這個配印其實非常好 心筋其實喜歡極度來生 而且走到火印的時候 他不會直接對它產生 產生對撞 他會去生極度極度再來生金 整個通關用神全部OK 所以呢 這個八字排列上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們也祝福它 未來能夠更上層樓 好 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